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到天水围试察 她宣布在天水围北一块政府用地兴建虚史 希望舒缓区内物价高企的问题 希望在农历新年前可以逐步启用 天水围北这片休戏用地面积大约3800平方米 现时是空置 不过很快就会有新面貌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试察天水围的时候透露 当局计划在这里发展跳组市场 希望舒缓区内救护设施和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 现在估计应该可以做到200个固定的摊档在这个地点 能够供应的物品既可以有天水围基层居民 一般需要的日用品 蔬果 干货 亦都可以有一些是特别针对来这里 或者作为游客来去参加一个虚史 当局会拨大约1000万平整土地和兴建固定摊档 并批出1-200万将项目交给东华三院以非牟利的形式营运 未来5年不会向东华收租 东华就说会尽量减低租金 每个档位的面积大概是4平方米左右 租金我们希望以一个比较便宜的租金 大概是每个月800至1000元左右租出去 这200个档位亦都可以帮到 希望帮到天水围的市民创造一些就业的机会 但是如果在初期的时候 他们未能够负担这个租金 东华亦都会酌情减免头两个月的租金 可以帮到他们踏出第一步去创业 东华今月开始地区咨询 预计跳组市场喜好之后 模式就好像敢上路跳组市场 明年农历年之前开业 无线电视记者吴京准备到